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这次由中国人民大学重庆校委会所主办的 《商之大者自立利他》主题演讲的活动 是为了响应习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学习和掌握各种思想精华 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 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号召 那么接下来在咱们的活动开始之前 咱们首先同样以咱们最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人民大学重庆校友会会长王涵 为我们致欢迎词 有请 各位同仁 各位企业界校友 各位专家 学者 大家新年好 非常感谢大家 能来参加这次精彩分层的演讲活动 看到我们这么多优秀的社会构建精英 列席在座 可以预见 今天的演讲会 将是2015年 中国人民大学 重庆校友会 文化论坛中的龙埋仲裁的一笔 众所周知 我国现在正处于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 在这前所谓的改革 发展和开放进程中 各种价值观和社会思潮 纷繁复杂 我们迫切需要 运用优秀的传统文化 作为指导 提高文化软实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我们举行这样的论坛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尊敬的索达奇教授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讲嘉宾 索达奇教授 是当代杰出的辅教学者 作家 翻译家和慈善家 在国内或国际 都享有崇高的声望 备受知识分子 科学工作者的推崇 在本次演讲盛会中 教授将以他独特的视角 参使现代商业及企业行为 如何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发挥最大的智力 利他的效益 相信教授的演讲 能让大家耳目一新 获得宝贵的经验 更好地为社会 为人民 为国家服务 谢谢大家 好的 尊敬的各位来宾 咱们的商之大者 自立利他 主题演讲活动 在此宣布 正式开始 接下来有请咱们尊敬的 所达技刊部上场 有请上师 今天很高兴跟这么多的社会经营知识分子 有见面相遇的机会 我本人而言 应该说没有那么刚才给我的介绍 没有那样的了不起的人 确实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是个非常平凡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爱学习的 这么一个小小人物 所以有时候人对人的一种评价夸张 或者说是点赞 反而产生了很多人的这种不真实的评价 甚至最后也会导致一些失望 因此在我的聊天也好演讲过程当中 不一定给大家带来非常有意义的这种价值观 不管怎么样 今天人大小友会这么多的非常有才华的 没有能力的企业家还有知识分子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们在座的人都跟其他的一些 我经常接触的人有点不同 我经常去一些学校 学校里面的学生是非常单纯的 学校里面的很多老师也是知识交往 对社会的经验并没有那么丰富 但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应该说 对我们的社会承担着非常重大责任的这么一群人 那么你们实际上我大概了解说是这里各个层次的一些企业家 当前我们这个时代来讲企业家是对整个社会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群 那么他实际上对整个我们的很多人的生活 工作 包括他的思想都已经掌握着 因此我总认为是任何一个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学校 任何一个企业家 他是学校的校长 不仅他是校长 就像我们家庭的父母一样 对员工也好 所有的人包括一些持住生活等等都要去关注的 所以说呢 我们当前现在社会已经变成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 很需要大家共同学习 尤其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经常所提到的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的这个理念呢 实际上我们在传统的一些宗教里面 就讲得比较多的 也许可能你们现在认为现在的社会当中 如果是自利又要利他的话非常困难 可能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我们在座的人应该可能会慢慢想一想 我们这个社会有自利利他的精神的话 可能你才会有长久 才会有生存的希望 因此我今天在这里对很多人要想讲一些什么样的道理呢 从我自己自身的一些管理也好 或者是我的一些经验 我总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我们人类的这种精神当中 利他心是最珍贵的 因为有了利他心的话 也许暂时别人不认可你 也许暂时你在心持利他的过程当中是遇到种种的违缘障碍 但他的价值永远也是不会灭尽的 他应该是对社会对来自整个地球所参生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可能性静下来想一想 也许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 有利他心的人不一定很成功 因为这个社会都是自立为主的 自我强大 自私自立 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整个住屋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你们在座的有些 做一些不管是任何的这种精英的这些人 我不是学经济的 我不是做生意的人 我对这方面应该说并不是很了解的 按理来讲今天对上一方面 我是没有资格给大家讲什么的 但是我是可以这么称为从今生的经验 经验也可以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两个层面来分析的时候 可能在今生财富的经验和商业上面 我也是参与过很多年了 从我个人而言我在佛学院学习的同时 一直做翻译 我用藏文传统的一些经 论 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 一直翻译大概有现在三十年了 在三十年当中我每天都没有停止过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物质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今生 如果我们的今生已经失控了 今生无法调整的时候呢 屋子再丰富 再宽裕 但是你不会很快乐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许多人他住的别墅里面 他开的车非常豪华的车 银行里面存的钱相当多 但他的家庭有没有和和呢 也不一定的 他的内心当中有没有充满快乐呢 也不一定的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精神的快乐并没有去寻找 当一个人没有精神的快乐的寻找的时候 即使外在的物质是再怎么样丰富呢 你可能不会幸福的 有时候我去一些特别偏僻的寺院 这些偏僻的寺院当中的有些修行人 他们穿的也是非常简单 住的房子可能不到一万块钱的 非常简陋的半屁房 他们吃的也是相当的简单 可是他内心当中的快乐 满足以及幸福感 很多大城市的人也是无法相逼的 我们可能有些人想 是不是这些人住在寂静的地方自然而然有快乐呢 也不一定 最主要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价值观 内心的这种真正的安宁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如今我们在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的 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时候 我想在座的很多的企业家 在座的很多经营啊 与你相关的这些人啊 不仅是对他的物资上的有一些责任 更重要的 我觉得是对他们的精神上要起一定的作用 作为企业家 你身边的这些员工 你身边的这些人呢 实际上都会听你们的 比如说征服也好 寺院也好 或者其他的学校里面的一些精神知识呢 他们都不一定有学习的机会 但是我们的企业的老板 或者是董事长 或者是我们的仲裁 他们的有些好的精神里面呢 在我们的这个群体当中 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呢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际语 这种际语呢 有些企业家抓得非常好 我认识的一些国营也好 适应的有一些人啊 他们把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佛教里面的 其实它是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咒语 非常简单的 但它隐喊着非常多的一种力量 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 去藏地 你们去藏地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老年人啊 有一些年轻人啊 他课里面就是念到一支 书上拿着一个专经论 我们对佛教没有信仰的人 可能看起来这是比较怪怪的 就是那个一支转转转 那转的不是云土转向的吗 那不是这样转的时候 到底是车轮也在转 这个到底转的有什么 但这个我们对他的因缘不了解 他课里面念 可能我们有些也不懂忠义的 力量的人啊 他确定这是有没有什么意义啊 有没有什么必要啊 但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世界当中啊 我们的分别念 我们的智慧思维呢 就是还没有涉及到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知识 比如说像无力学的一些知识的话呢 我们也就不懂 滑学里面的很多知识呢 我们也不懂 佛教里面的有些知识的话呢 我们也不懂 当我如果成为一个专家 我专门对这项知识进行研究的时候呢 才知道 哦 原来呢 在他的背后 在他的真正的价值观当中 原来是有如实的作用 所以我个人而言的话呢 我经常不管是汉地也好 藏地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人啊 不管到哪里 包括去一些其他国家的时候呢 经常给他们也讲 也许你不相信 不相信不要紧的 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 但是你只是简单的一个咒语呢 也许在你的一生当中 有着想不到的 非常大的一些转变和作用 其实我们的民运的转变呢 就慢慢慢慢 依靠一种行为 依靠一种信念 来可以改变的 这个世界都是可以改变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机遇呢 自然而然就来了 因为佛教里面讲 这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 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机遇呢 也很有可能 自然而然就很快就会消失 这也是佛教当中讲的 无常的作用啊 无常的作用呢 我觉得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确实是在赚钱啊 在这个社会的一些交往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们都是非常有经验和这方面有智慧的人 我就没有办法的 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 从内心的这种关注方面的话呢 我也是研究过很多年 在这个时候呢 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 许许多多的这种经营人士呢 就缺少一个点 缺少什么呢 就是精神层面的这种财富 无知层面的财富呢 再怎么样多的话 很有可能就很快就会消失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世代当中啊 尤其是网络世代 互联网的这个世代呢 很有可能很快的时间当中 你就变成了这个白晚 钱晚 记忆复活 就很快的时间当中 但很快的时间当中呢 你就变成穷管单 甚至乞丐 甚至做闹 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 很多是有一种不确定性的 前一段时间 我去美国西雅图 那个地方呢 有很多微软啊 博银啊 还有谷歌啊 他们的经营在那里 当时我们就一些探讨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闹钟 他是这么讲的 他说我以前呢 有三百多个这种员工 但是美国当时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呢 三百多个人呢 就全部一天就散了 就没办法的 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多年了 但是因为后来经济不争气 就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当时他每一次想起来 当时他们逆散的这个场面的时候呢 好像人生当中是非常难忘 但是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我虽然不是企业家 但是我经常也是非常关心 我们企业家的一些未来 大家都是应该有 内心当中的有个最好的冤枉和梦想 这是很好的 但是也需要有一个最坏的一种 大算和准备 因为我们人都需要这样的 有些都是根本措数不及 来不及了 因为平时都是你想赚大钱赚大钱 除此之外可能没有想到过这样 一旦突然袭击 一旦你的很多的造诣 一下子来的时候呢 你就非常的痛苦 原来对你非常好的领导也好 朋友也好 情人也好 这些的话呢 就全部一闪而光 有这些人也不来了 其实人呢 有时候是非常现实的 当你各方面的这种你的财富 你的名声 你的才华 你的智慧 都在定身的时候呢 人人都会碰着你 赞叹你 都围绕你 都会帮你 当你一个谁也就可能已经沦落到 就非常落魄落魄的时候的话呢 你自己最好的这种朋友 亲人的话呢 也是悄悄地远你 在这样的这种事实的话呢 很有可能每个人都会发生 每个人都会发生 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一些 新闻里面啊 当中的话呢 不管是官员也好 企业家也好 当他在非常兴盛的时候呢 有无数的人就会赞叹他 当他掉落的时候呢 也会有非常多的人说他 这也是一个贵律 不仅是我们在座的人 包括想我的话 就经常也会想 我是作为一个就是怎么说啊 修行人 这方面的担忧呢 都并不是像你们可能在家人一样 就是是没有的 但是呢 我也会想 我现在呢 是不是要一个寂静的地方 自己一个人修行后呢 还是讲一些课啊 或者说是做一些翻译啊 但在这个时候呢 我身边呢 就一直放不下的一个责任 我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一直讲课的话呢 就是有一部分人在那边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相当于是你们的员工一样的 我一下子可能听了的话呢 就是这些都有些是牛士啊 这样的话 有些人的智慧呢 就是还没有成熟 可能你们很多人呢 就认为是自己一下子就把这个 很多的这个工作呢 没有做下去的话 可能对下面的人有一定的印象 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 每个人都会想一种自理的同时呢 要想到是利他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呢 先就是利他 然后自理呢 自然而然会成立 就有两种方法 那么现利他就是自理会自然成功成就的话呢 这是一般来讲是发行比较大的 我们佛教里面讲是菩萨的行为 不知道你们看过我们有《冷眼经》 《冷眼经》里面呢就是说的 说是什么呢 就是自为得度先利他人 菩萨发行就是这么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你自己呢 就是还没有得度 还没有解脱 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呢 要先就是帮助别人 先帮助别人的话 这就是菩萨的行为 而自己已经觉悟了 然后让别人觉悟呢 这就是如来因事 这就是佛的行为 那有些人可能想 我自己都还没有得到解脱 怎么会是先帮别人呢 自己都没有解决 能帮助解决呢 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虽然我们自己呢 还在轮回当中 还在世间当中 并没有完全获得开悟 获得这种最高的超越的这种境界 但是呢 我们在尼苏能记的范围当中 要去帮助别人 要去帮助别人的话呢 这就是菩萨的一个行为 因此你们在座的人 可能经常会遇到 我自己的还没有一个很高的境界 或者说烦恼甚重 我有懈怠 我有傲慢 我有嫉妒 我有贪嗔 我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坏的毛病 我怎么会是能帮助别人 能度化别人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所有的功德全部圆满 所有的烦恼 燃污 吸气全部都没有的话呢 那这是需要等很长时间了 那不如呢 现在我们能做一点 能做多少 会做一点 因此我们特别希望呢 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 应该是每天要发这种信 我今天至少也是能帮助 哪怕是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就有一种利他的性 就是自己可以进行修炼 那这样的这个利他性呢 它就逐渐逐渐变成了一种无性的因缘 无性的因缘 这种利他性呢 反而对你的工作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生活呢 就是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作用 也许可能我们对这样的这种因果现象呢 不一定看得到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呢 我们只能看得到一些表面的现象 而看不到他内在的一些比较这个生命的 阴暗的部分的这个因缘 其实人生呢 就像一块布啊 这一块布的话呢 我们表面上看得到的就是有很多的境险 但是里面的很多危险呢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现在只看得到就是在自己在生活当中 就是精心路里啊 靠别人的这种帮助啊 然后大家的这个合作啊 就是很多的我们自己的能见得到的这些因缘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很多的这个 以前的这种你的相续当中的这个业啊 就这些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为现一样的 我们看不到的因缘 因此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实际上是他的因缘是非常挫作复杂的 而我们眼睛耳朵 我们五根是六根是所看到的呢 非常的这个简单 因此呢 有时候现在的人们呢 就是觉得是对整个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问题呢 在评价方面就是比较简单化了 就是他根本没有想到 我为什么是这样努力 就是还不能成立 我为什么是同样的有这个机缘 但是我做得不好 他没有想到他的背后呢 有一种阴暗的这个因缘 佛教里面有一个经验 叫做《三摩地湾经》 《三摩地湾经》里面说是 燕耳鼻肥酿 就是燕耳鼻子 就是不是酿 不是正确的意思 然后舍舌义也肺 舍头还有身体 我们的意识呢 也不是很正确的 那么 就是说我们的燕耳鼻肥酿 包括这个意识所判断的这些呢 并不是很正确的 如果这些都正确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世界上呢 就是超胜的 哪有这个超胜的呢 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 如果是很正确的话呢 那么就是实际上还有这个无理学家 科学家 包括一些宗教学家 佛学家 他们所发现的更微妙的 更深深的这些真量呢 难道没有吗 其实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确实也并不是很正确的 我们觉得是 哇 就是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但实际上呢 无理学家让他来判断的时候呢 那这个东西呢 原来是分子 粒子 种子 智子 就很多很多的细微的微尘 结果这个微尘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也不常理了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都发现得到 其实我们眼见 人们都讲的是眼见未视 但是现在真的眼见难道是真的实有吗 也不一定了 如果是真的眼见未视的话呢 我们所有的人的眼睛都是正确的吗 也不一定了 有些人认为这是个好人 有些人认为他是个坏人 但是我们同样两个人看到这个人 一个人觉得这个人长得非常漂亮 就很好看 一个人觉得这个人是特别难看的人 如果是我们的眼见未视的话呢 那我们人人都有眼睛 人人都有眼睛 只要有眼睛的人一看到这个是确定是最好的 确定是最不好的 但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人类的这种眼耳鼻色 这是有一定的界限的 有一定的具限性的 我们不能相信自己 太过多的相信自己 现在很多人特别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到什么样呢 就觉得自己看的是正确的 自己听到的是正确的 正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判断能力都会错的 我看到很多在家人家里吵架 家里经常吵架 吵架的话呢 很多人觉得是 我听到什么什么什么 以这个理由来吵架 我看见什么什么 但结果呢 你所听到的 你所看见的 你所想到的 你所感觉到的这些呢 最后你的结果并不是很正确的 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常发现 就这样一来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当中呢 就是能看见的很多东西 你们看过没有《聊凡四询》 《聊凡四询》当中呢 也会说明了很多我们现在看见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在路里找到 但是我们看不见的 它的背后呢 也有很多的因缘 这些因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呢 应该是尽量的做善事 尽量的做善事 而所有的善事当中呢 那么利他的行为是最最重要的 最有功德的最有力量的 因此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很想就是自己发财 自己快乐自己成功 但是呢他往往的做一些自己不能成功的事 就是做坏事 尤其是现在这个世代当中呢 就是做一些经常的人的话呢 就是可能无我不做 杀盗硬妄以及所有的事不善业都会做 但是这样做呢 暂时来讲可能是你是不得不做 无有自主 但这个结果就是确实很不好的 如果你做的一些善事的话呢 那么善事也许是吃亏 也许是吃亏 但实际上呢 逐渐逐渐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缘 这样的这种因缘呢 我自己是非常多的事件当中经常去思考 那么做三事成功后呢还是做二事成功后呢 那么我们最好是选择做三事成功 做二事的话既是成功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刹断的 最后这个过往 最后他所带来的这种因缘呢 就是对你来讲是变成一种晦气 运气就变成晦气 如果我们通过做三事的话呢 战事也许会吃亏 也许会跟不上别人 但是逐渐逐渐会对你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开端 以前我看过一个清朝 清朝时候的一个叫做清北内朝 就是那个时候的很重要的一些历史呢 载入异常的一本书啊 这本书呢就是是很真实的 就是有一些历史 他这里面应该是当时这个假期年间的时候呢 有一个老板就是姓张 然后他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呢 他自己就心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这个念头 他想我在做买买的时候呢 以前是一般过程啊 过程的时候呢 不像现在一样的什么这个网狗啊 或者是百货生肠啊 就没有这样的 那当时他的这个程呢 就是准备做一些手教 就是他到成江那里去 说是每一斤呢就是给我少少一两 就是他要做这样一个成 然后他的女儿就是后来发现了 发现的时候呢 女儿悄悄地到他那里去 就跟那个成江 就是说是我的父亲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让你多做一两 就是在原来的这个成一斤的话呢 就是让他就是做一斤一两 就是这样的 当时成江呢就有点就不愿意 就不愿意 但后来这个女儿呢就是再三地说 我的父亲呢就是非常诚实的 他是讲真语的 他不会就是做这样的对不起因果的事情 希望你应该是按我的父亲的意义去做 同时呢他给他给了一些钱 后来这个工匠呢 虽然意思上是很清楚 应该是他父亲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就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然后这个工匠呢就是给他做了这个成 而且这个成呢过程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本来是一斤 然后多一两 后来他们正在用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逐渐逐渐一传十四传倍 然后他们的这个口碑呢就是越来越好了 然后生意呢就是越来越火火了 就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老张啊 就是那个张先生呢很得意地给 因为他们当时赚了很多的钱 后来呢他很得意地给女儿说 你知道我现在赚钱的秘密吗 我已经赚钱呢就是依靠我的智慧 依靠我的能力呢就是最近赚出来的钱 后来女儿呢对他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原来你要求是这个成江呢就是少一两 后来我是盖的就是多一两 当时呢张先生非常的愤怒 就是说是啊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我每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要被别人多付一年了 那这样我已经吃亏了就是为什么这样 然后他开始炒起来了 但后来就是女儿跟他讲了 虽然我们表面上是一种吃亏 但是世间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人 都有智慧都有判断能力 我们一次的如果给别人的这种吃亏 或者是给别人打掉的话 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接近 只要别人游历的话呢 逐渐逐渐是人口的 后来呢就是通过他的一些道理讲了之后呢 老张也已经想了过后就确实是有道理的 我讲的这个案例的话呢 我们在座的人呢可能不一定是认可的 因为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环境的话呢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呢要赚大钱 甚至呢用各种各样的欺骗的一些手段来 开始对你的竞争对手呢就是攻击 或者呢对你的顾客的话呢 进行用一些不太合理的方法来 这就是一种认为是现实来逼迫的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都应该值得好好地思考 思考什么样呢 我们世间当中的很多的这种因缘呢 其实它是一种和合的 这种因缘呢我们不能破坏 一旦破坏了那个因缘的话呢 那将来自己的这个生存呢都非常成问题的 因此我是经常啊 就包括我们在藏地呢 有些我熟悉的人他们就是开饭店 开饭店的时候呢 他们有些人呢 开业之后的话呢 就是每一次的就想一次性地赚大钱 就是一直想 有些人的话呢就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跟熟悉的人说不要一次性的 你不要觉得是我一次性地赚大钱 就不要这么想 我们一步一步地做的问的话呢 这就是你们世间当中的一种赚钱的方法 而我们从佛教当中的积累资量的方法的话 也是一步一步来 而并不是呢 我今天就是生得一个很高的这个境界 没有这样的 所以佛教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是优婆赦经 他这个经里面怎么讲的呢 饶以太贼乃为自理 意思就是说我们尽量地帮助他人 帮助他人 实际上这就是自理 今天我们讲的是自理利他 什么叫做自理利他呢 其实我只要是诚心诚意的 很诚恳地去帮助别人的话 这就是自己的一种真正的利益 因此你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对这样的理念很难想象 但实际上我们从佛教的观念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按照一些经济学家他的观念来讲也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 我看到一个英国的文学家 他叫做树婆那些人 他的经济学的观念是什么呢 其实经济学是一门让别人幸福的意思 他是这样说的 经济学就是让别人得到幸福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种意思呢 我们想一想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他认为这样 那我们在时尚经营的人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让别人幸福 因此我很希望呢 我们在座的有时候 有些人呢 你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不需要做得太大 中国人有一种习惯什么呢 稍微有一段能力的时候呢 一直要做多 做大 一种最大的时长化就是有这样的 但其实这并不是很安全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一个人的智慧也是有限的 一个人的财富也是有限的 我藏地认识的有一个也是学佛的一个老板 他这个学佛的老板呢 他的这种想法呢 也许是他可能有一个很宽大的信念吧 他每次做一个宾馆 做一个宾馆以后呢 然后他就好长时间他那个奔钱都不拿回来 他刚好拿一个奔钱回来的时候呢 然后又要再做一个 又再做一个 我很小的时候都是认识他 当时呢我们都听说是他很有钱的 但是实际上他每次都是在这里做一个 那里做一个 一直做的 但是他永远都是不开心 永远都是很痛苦的 永远都是觉得说我不行啊 我在哪里要做 我在这里要做 其实有时候我们做任何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要做一种敬意 这个很重要的 去年我去德国的时候 德国有一些 我是去讲课 但是呢也去了一些企业 给他们讲课 然后当时有一些交流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一些人呢已经世世代代的 已经做了三百多年的 但是范围不是很大的 也是一个孝心的企业 但他们的意思呢 并不是不像我们这里一样的 要这里做一个 要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去拓展 要这里办一个什么连锁店啊 然后再扩大 而且全世界都要向我来控制啊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最后你人都已经没有了 最后自己的泪沉了 我看到很多人做得越来越大的人 越来越累了 最后非常痛苦的 没有一个快乐 而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像德国的有些包括在二战之前的 有些做啤酒的 做服装的 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电器的这些的话 尤其有一千年的历史 尤其有四百年的 五百年的历史 包括他们的一些一间房子 那就是有三百年 五百年的历史 不知道我们这边的话呢 人性也是特别的 学佛也是这样的 很多人今天学这个 明天学那个 何天学这个 然后没有一个他事的 就是今天跟这个上师跑一下 学一学 明天跟那个上师 今天去那个寺院 明天去那个什么 做经营 做圣营的话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在这个公司里待一段时间 明天到哪里去待一段时间 我以前看到那个马云那个好像有个采访吧 就是说是他在日本有一个公司 就是有一个公司好像是高店还是什么的 就是他门口上写的是一百四十七年吧 一百四十七年的历史 但是这个公司很小的就是不到二十米左右的 但他们的好几代人就在这里生存下来的 就好几代人 好几代人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 就是像同仁堂的话 算是在中国这边可能有几百年吧 那其他的话呢 很多都是真正上了一百年的话呢 很少很少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欲望太大了 我们一件事情呢 我想是要做得好一点 而且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我觉得你的员工 你的下面的人呢 就是一定要负责任 有些老板的话呢 需要的时候呢 就是用上他 不需要的时候呢 扔掉他 就是这样也不是很好 应该要有一种良心 就要一种良心 不是你要的时候用他 我们藏族有一种书画叫做是 需要的时候当毛子 不需要的时候当鞋子 就是甚至扔掉 就是有这样的 这种方式呢 作为一个老板呢 也是不合理的 你需要的时候呢 就是你用他 而不需要的时候把它扔掉开除 这样也不合理 而作为一个下属的人呢 也是自己非常困难非常痛苦的时候呢 这个老板呢 就是已经把你培养了 已经用上了 但是你稍微有一点智慧 有一点能力的时候呢 你为了一点欠 然后就抛弃了 然后又抛到别的地方去 甚至呢 已经成为他的这个竞争对数 甚至呢 就是因为他的很多资源 就开始来就是从事自己 这是从这个田地良心上讲呢 确实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我在想作为一个企业的话呢 应该有一种四季的这种团体的 也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啊 就是团队精神 而国外的一些团队精神的话呢 包括美国也是这样的 他们美国的话呢 那天我遇到一个老板呢 就是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我做得不大 但是呢 我做得是很有质量的 而且呢 我不愿意做得太大了 否则的话呢 我对下面的人不负责任了 我下面的人给我一直跟进了 就是二十多年了 我对下面的人也是这样的 只要我活着的时候呢 我也给他们承诺过 我不会抛弃你们的 他们也给我承诺过 他们只要活着的话呢 他们不会抛弃我的 所以我们之间呢 除了有一种金钱以外 还有一种信任和良性的约束 其实人需要一个信任 良性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的感情 生活 还有在所有的团队精神当中呢 除了金钱和外面的魅色 或者说除了一些人们所喜欢的名声以外 内在的真正的动力 或者说他的人格没有的话呢 表面上看来是人 但实际上呢 我们就变成了另一种类别了 另一种物类了 因此我们很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长期的信任 哪怕是在金钱也好 哪怕是在其他的 诱惑你的 勾惑你的 各种各样的阳光年软的外景 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呢 你还是能静得起 能安得住 能真正的 能靠得住 这样的这种心情或者说是智慧的话 我觉得是对大家都很好的 并不是单一的 我们实际上人的这种聚合呢 应该是一种因缘的聚合 所以我们这个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传统文化 就是道德 如果我们没有道德 大家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去的话呢 那一旦只要对自己有一点损害的时候呢 就是不相当别人的感受 如果我们除了对自己的利益以外 就是还有一种良知 道德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会选择一个明智的路 日本的有一个叫做梅远蒙先生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自学家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现在缺乏的很多道德呢 实际上是缺乏宗教 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 就是宗教 当时的他跟道圣霍佛 他们两个专门写了一本叫做《针灸人类的哲学》 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 可能我建议还是要看一下 这本书我以前看过 虽然有些次对我来讲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对你们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 尤其是道圣霍佛他所写的活法 就是生活的活法律的法 这本书呢 以前我很早前几年看的时候 我看的版本是一百多页吧 不多的 非常早的 但是里面写了五章 这里面呢 我们作为一个经营者 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他对因果怎么样的负责 他对自利利他呢 怎么样去平衡 这个问题上面讲的是非常好的 你们也知道 道圣霍佛在日本来讲 他是一个四生之役 也就是四大基因就是财生之役 他是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当中的话 他有两个企业呢 就是世界五百强企业 但是我看到他最后呢 自己也是选择出家之路 而且他自己的整个见解的话呢 在佛教的信仰和佛教的理念当中 就是培养人才 在这样的理念当中的话呢 他去进行运作 他当时来北京演讲的时候呢 当时中国的很多的一些经营啊 包括企业家的话呢 就是感受非常深的 应该是在某种意义上面的话呢 大家都从心态上改变了很多的 因此我们作为一些企业家 就是我希望你们 我一般来讲是不推荐别人的书 不然的话成为广告 所以我是在经常非常注意的 但是呢 这本书呢我觉得是 因为从他的整个见解和方式方法上面的话呢 他还是会在一个因果和良性 还有在人格的这么一个理念当中进行运作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经常说的善有善宝 恶有恶宝啊 确实是有时候做了善事的话呢 慢慢慢慢这种因果的循环呢 对你来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我们做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一些事的话呢 暂时可能是对你来讲有一些成功 但是你的内心当中也不会快乐的 从良心上也是过不去的 到一定的时候你也可能会非常紧张啊 非常空虚啊 所以我们或者的时候呢 我总是这样认为 我们应该是一种比较快乐的活着 因为我们在座的人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临时的任务 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这种历史的执着 每一天呢就是你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的时刻 我们每天都是如果获得一种出名苦脸啊 就是非常的痛苦不堪的话呢 那你在将来编写你的历史的时候呢 一大半都是一种眼泪或者是汗水或者是痛苦的这种转折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生活呢 到了后来的时候呢都会不存在的 因此呢有时候也没有必要过于的去执着这些 太过于的去执着呢有时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每次都是看一些历史书 看一些古代的这些真正的人物的传记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些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甚至在更糟的三十年代的这些人的生活和经历的时候呢 现在他们都没有了 当时他们非常执着的东西呢 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不值得执着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这个人群呢 我们特别执着的这些 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轿车你的感情你的生活 特别特别执着 再过二十年再过三十年的时候呢 其实这些都是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 不要说是再过二十年 我今天特别执着的这些东西呢 成了明天的这个 明天就成了历史了 在你的记忆当中就慢慢慢慢慢慢会沉掉 慢慢慢慢会消失 那最后的话呢 有些可能感受比较强的东西呢 你会想得起来 有些呢都想得起来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有一个大德 他说明天所发生的事情呢 是明天的梦 昨天所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昨天的梦 今天我们正在做梦 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每天呢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 其实这种事情呢我并不是派斥 也许我每天来的是很幸福 很快乐的 也许我每天来的是很痛苦 很焦虑 很让人冷漠的这种感受 但不管怎么样 他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书话里面说是既来再安置 所以你的生活当中呢 来得快乐 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接受 就是幸福 快乐大家都热烈欢迎会迎接他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想到的 出乎意料的很多的痛苦呢也是分着他来 甚至可能痛苦的更多一点 我遇到的很多人啊 包括我们在座今天的这些人的话呢 从事件的另一个层面来讲呢 在座的人应该是很成功的人 但是你们自己呢不一定有这个满足感 每个人觉得我还不成功啊 比如说一个人有一千万的 然后觉得我不信啊 一千万算什么呀 卖几栋房子就没有了 我应该要赚两千万 有了两千万的时候不信啊 别人都已经赚了一个亿了 我应该要赚一个亿 你有了一个亿的时候不信啊 我要一百个亿 然后你的欲望越来越大 欲望是无止境的 哪怕是最后我有时候在想啊 我们贪欲比较大的人呢 哪怕是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资源 你一个人拥有的话呢 你可能还觉得不行啊 这个地球上面的资源还不够啊 我要其他的星球上的东西 不然的话这个地球太小了不行啊 可能会这样认为的 所以有时候呢 人需要的时候什么都需要 不需要的时候呢 有吃有串就可以了 应该有一种满足感 我看有些人呢 已经在监狱里面 有些人在没有自由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他可能会想起了 哦 原来我自由的时候 原来我所有拥有的时候呢 我实际上是最快乐的 可是呢 我当时还自己不知道的 有些人的话已经得病 在医院里面下病问术的时候呢 哦 原来我在健康的时候呢 我是什么都有了 这样实际上是我有一个健康的话呢 其他什么都是没有的 就也可以 可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珍贵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发现 但是你还没有失去的时候呢 你就总觉得一直奔波 我一直追不完 就像追寻彩虹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世间当中的很多的追求啊 就是我们的这种奔波的话呢 相当于是跟追求彩虹一样的 海童追彩虹一样的 一直每晚每秒的 在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静下来很有必要去翻管自行 现在应该做得很快乐的 我经常遇到一些 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学啊 一些人事的人啊 我跟他们说 就是要开心一点快乐一点 其实现在应该很好的 算是可以的 你有一个健康 有一个自由 有一个能过得起的这种生活的话可以的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他没有这种感觉 以前我们笑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这个吃汤啊 就是吃一块汤的话特别特别甜 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呢 好像甜的话不太好 就是一定要酸 一定要辣 一定要用其他的刺激它才是很好的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让我们成为焰化那样了 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痛苦呢 让我们有种无法奋勤 在这个世代当中呢 大家有时候是按照宗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禅修啊 按照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挑衅方法 对无知对我们带来的这种快乐呢 其实它是一个斩断的 今生我们对自己的一种快乐呢 它是长久的 有时候我们看现在的这个世代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呢 从无知文化上看来 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最超约的 你看我们翻开历史的时候呢 现在我们这些人不管是住的房子也好 开的车也好 包括你拿的什么书记啊 全世界的什么信息都是你 一下子在你的手里面就可以全部看得到听得到 什么样的信息都你可以接受 这样的话呢 从无知上面讲是我们应该现在是最便宜 最快速的一个时代 但是今生上面的话呢 我们这一代人呢 可能比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要落入 为什么 因为每天都想得多 每天都是一种不可开脚 很多人都是晚上睡一睡不好 白天生活也是一种特别没有今生的 特别累 特别不舒服 有种教育 浮躁当中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缺少一个精神粮食 一旦我们的人群有老无知 没有精神的话呢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一定要有得衡量 即使你无知没有的话呢 那么精神粮食非常丛足的这些人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一些山上的修行人 我们可以看得到世间当中的很多的有些人 他们为什么快乐 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因此我们要寻找一个快乐的最根本的呢 就是我们心 如果我们用心来寻找真正的快乐的话呢 其实快乐不需要外在的 当然是无知的条件呢 需要有一个比较适当的 佛教里面经常讲一个重点 可以说重观 也不是过于奢侈 也不是过于贫穷 你只要有一种满足的 你吃着包 穿着乱 你要基本能解决你的一个简单的生活呢 佛教是最提倡的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要是快乐的话呢 应该尽量帮助别人 其实帮助别人呢这是一个最快乐的事情 我是经常这样讲的 我们在座的有一些能力的话呢 你们也尽量地做一些慈善啊 做慈善的话呢 其实帮助别人 不一定要你特别大的大企业才做的 不是这样的 哪怕是一个学生他没有学会的时候 你要供一个学生 或者是你对一件事情 就是一念当中做一件事情 一滴一滴地这样做下来的话呢 那这是一种利他的行为 这样的利他的行为呢 自己也是快乐的 而这种快乐呢 可能有物质和金钱 就是没办法衡量的 因此我呢 第一个希望大家多做一些善事 从利他的善事当中取得自己的快乐 那么第二个希望呢 大家经常学习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 还有一些包括我刚才提的有些树 在这里面能汲取一些自己的精神量食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希望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有一种开心 有一种微笑 有一种快乐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 我们每天就是所遇到的呢 都没有什么面对不了的 都应该可以贪然地应对 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生活也是很自在的 身心也会很健康的 那么自然而然呢 就是让别人也会快乐 我们自自呢 内心当中也会快乐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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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也收集了许许多多 在咱们上师 在给咱们带来这个精彩的演讲的同时呢 心中一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有一些想法 想与我们的上师进行交流 我也是随机呢 抽取了一些部分咱们的 现场的我们的朋友们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问题 我想啊这个可能 咱们直接面对面地 与我们上师交流 可能是更好的 我所看到的第一位 这个来宾朋友们 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丁燕 请问丁燕在哪边 丁燕 丁燕女士 好 有请我们工作人员将话筒 递给我们的丁燕女士 上师您好 祝您新年好 在上师今天的演讲 以及上一次 我们看到上师的演讲中间呢 一直谈到有一个问题 就是禅对于财富经营者 也就是所谓的经商人士的一些意义 当时上师谈到 禅对于财富管理者 对于经商人士有两重意义 第一个呢是普遍意义 第二个呢是究竟意义 那么禅本身是佛教的一个术语 那么经商呢实际上是较为世俗的一个东西 因为经商的目的 只是想赚钱 就想得到一种满足感 那么我想请上师再开始一下 禅对于经商者的究竟意义 以及最终意义是什么 谢谢 其实这个禅啊 禅的话 它是印度的一种翻语 就演变过来的 意思就是说 安住 安定 也叫做是沙默定 它翻语当中呢 也叫沙默定 沙梅定 还有呢 叫登车 登车 有不同的名称 现在的我们都包括一些企业人士呢 对修禅很重要 因为通过修禅呢 有一种心态的调整 我们都知道修禅是什么样的呢 大多数的人是用一种 心就是安住下来 但是光心安住下来恐怕是不行的 用九种调性方法 我去年在一个学校里面就讲过这九种调性方法 以后可能方便的时候可以跟大家提供 我们在座的时候呢 我希望可能比较简单一点的修法呢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里面想贪心 诚心啊 还有一些不好的恶心 念头呢 全部都从鼻孔当中下来 然后从鼻子里出三次气 这个字迹相当于是我们早上起来 刷牙洗脸的时候收口里压的 然后就可以安住 安住的时候最好的做事叫披露七法做事 现在一般的一些佛像的做事 就是打盘酒 两手做定音 他的动作 身体的姿势有个特殊的缘起 就像现在的埃及金字塔 他已经有四千年当然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 但实际上他的外观的形式跟佛像的做事 我们内心造成到很好的一种姿势 通过这种姿势你内心会安住的 有些人跟我讲我早上禅修的时候不想起来 一边睡 一边禅修但是你如果这样躺着禅修的话 很容易睡着所以最好坐下来 否则很多人因为你想可能一边躺着一边好好禅修 但是你的姿势本来都是在佛教里面讲 我们躺着的姿势并不是很容易产生智慧的姿势 因此不太成功 因此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做 如果能做到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最好的 如果不能做那么长时间哪怕是五分钟十分钟 做完了之后就开始树立一下你的整个身体 树立一下心情 心完全调整的一种方法 这样之后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心情很重要的 其实我经常这样认为的 我们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也需要刷牙洗脸 还要素头发等等 像我们没有头发所以也没有什么素的 我看你们很多大老板也不多 有时候可能头发不多的也比较多 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多人身体的树立 同样的我们心也需要这样的 如果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对心态有这样的关注 那你处理问题 解决问题任何事情非常容易 非常方便 所以在企业家或者是我们其他社会各界层次的人士来讲 把他禅修作为在生活当中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番很重要 一般来讲早上修一次禅 晚上睡觉之前修一次禅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苹果的乔布施 他每一次开会的时候 抉择重大事情的时候也是要坐一会儿坐禅以后 这样他在其他的有些传记当中也说过 他坐了一会儿禅至少也是不容易发脾气 至少不会心很软的 所以有些老板经常跟员工发脾气 在这个之前因为没有坐禅 如果坐禅的话心态调整得很好 所以不会那么厉害 就是因此有时候我们这个心态挑战 还是对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尊敬的三十 刚才您说了这个 三之大者自利利他 那么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 就是我们在商业竞争里面 我们要不断去做大 做大的过程中就是要去跟这个竞争对手去 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过一个案例 就是滴滴打车和快滴合并了 那么他从中间在竞争的过程中 把竞争对手给打 还有一个竞争对手给打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怎么从佛法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好 谢谢 从佛法角度看实际上佛教在两千多年前 最细微的一些因果趣事 有一部佛经典叫做《毗奈耶经》 但《毗奈耶经》当中都可以做经常的事 也就是说我们做生意赚利的赚钱 佛教也是允许的 不仅仅是在家人可以赚钱 还有出家人也是为了僧众的利益 赚钱是允许的 他是这样讲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佛教一般在做生意的理念平衡问题上 实际上尽量不要损害他人的基础上进行操作 这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理念 不损害 因为佛教消诚的意思就是不损害他人 而大乘的教义不仅是不损害还要帮助他人 但我们可能现在特殊的事迹当中有些竞争对数要么打败他 要么互相很难以有一种供存 或者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平台当中很难生存 尤其是现在我们听说很多的福利王的时代当中 你死我活的这样的一种竞争性特别强 甚至很多的企业变成冤家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应该自己尽量的要建立自己的平台和观念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无心当中害了别人的话 佛教就是讲这是没有过失的 因为你没有动机害别人的 而在我特意的要制造各种各样的方法 然后攻击别人 害别人 结果你的今生对数打败了甚至灭亡的话 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佛教的真正观念 你自己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必要去害他人 其实不害的基础上我觉得也应该可以生存的 因为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理念和文化 可以共存的但共存的方式需要智慧 因此佛教里面经常讲一种善巧方便 这个善巧对自己也是非常有利益的知识要发挥起来 同时我们要有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是什么样呢 对别人甚至至少也是不患有灭定自在 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做的 否则的话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想着自己 都想着自己没有想到别人的话 最终刺他毁灭有这个可能的 因此内心的美好或者动机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也好 我们这个群体也好全世界的人类来讲 应该是用一种观念的地线 经验的不害别人的基础上做很多事情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是非常需要值得培养的 经理上师 刚才上师在讲的时候讲到了国外的一些企业的一些企业文化 包括一些千言历史的一些延续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 在现在我们目前的这种企业和社会状况下 佛教思想如何在里面弘扬与应用 还有一个就是佛法在企业当中 社会当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一些作用的受用 和他的一些圆容性 谢谢 师长 你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特别适合大乘佛教 因为大乘佛教它的教义就是相当多的 但是归根基地是利益所有的众生的 这就是大乘佛教 而自己获得解脱 这是小乘佛教的基本观念 那么大乘佛教先去发心 发了叫做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说 让所有的众生都获得觉悟 让所有的众生从痛苦当中得到解脱 这是一种菩提心的基本理念 这样的信念再进行推广 而且布施 持戒 经济 禅地 智慧 安忍 这样六度文心来进行做 六度文心来进行做的话 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理念 但这样的大乘佛教的理念 如果我们在企业当中去弘扬也好 或者说贯穿这样的思想 实际上大乘佛教是非常适合我们 现在特别优秀的企业的一种思想 我经常这样认为 有些特别了不起的企业家他们都是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很多的事业 他们就像是大的方面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公益方面 从小的方面讲 从自身的包括员工和企业的智慧 这一点许多企业是有这样的观念 但是也有包括佛教徒的话 有些可能自私自利都比较强 以前台西大师他去南亚发文 回来的时候他就很感慨地说过一句 他说南川佛教本来是小乘佛教 但是他们的行为已经成为大乘佛教了 他说我们中国本来是大乘佛教 但是我们的行为变成了小乘佛教 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很多佛教徒 朝誓院也好 拜佛也好 扫现也好 都是为我自己保佑 自己开心 他的从早到晚 从小到大的 整个思想里面就想着自己快乐 而没有想到别人 其实你想到别人的话 最多是自己的亲朋好友 好不相识的陌生人 你要去帮助他 去关心他 好像我们的观念和传统当中觉得太愚痴了 尤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 儒家文化的思想一方面很好的 它是接人带物 我们有个很好的这样的历练 但另一方面 各自的自我强化方面 跟其他的利他心有点相味 我们都知道整个儒家文化当中 除了他的孝顺父母以外 整个对其他社会的承担 尤其是他要帮助数不相识的这样一个人 他在这个文化当中体现的并不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企业文化要弘扬一个真正的佛教思想 需要有大乘佛教的教义在贯穿 但大乘佛教的教义它是层次比较高的 并不是所有的佛教都能做得到的 因为它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我们知道无私的奉献和对人类所有的给予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想到自己的家庭是最重要的 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 先自己甚至有些人对自己什么都愿意 对别人什么都不愿意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企业家 他说我自己的儿女到国外去出多少钱都是我愿意的 但是其他的再怎么样困难的话 我好像拿一千块钱也是对 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说实话 只有自己的骨肉我愿意付出 除此之外我都不愿意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一个是可能我们从小都是培养的是什么样呢 就是自我精神 我的家庭负责 一定要跟我的儿女负责 实际上我们企业的很多资源来自于社会 我们对这样的金钱 贵贵社会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应该是值得这样的 因为比如说一个企业一直发展到今天 它的来源是什么啊 应该不是个人 也不是你的家庭来的 我都经常这样想的 就是我们很多大的这些企业的话 实际上你的员工 你的周围的人 你的客户 你的很多人对你的给予 对你的信任 对你的付出 这样之后你有了今天 而并不是你依靠自身的力量 如果你依靠自身的力量 你原来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刚开始你做这个的时候你又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了一定力量的时候 我们不能忘记身边的人也不能忘记社会 如果你有这颗心的话可能你的心付出在心动当中 也不是很困难的 首先我祝你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我要提的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类是因为欲望而发展 同时我个人认为可能因欲望而毁灭 但我们人类怎么来平衡这个关系呢 谢谢 没有听清楚 你的主要项目问的是什么 欲望过大 怎么平衡是吧 我说的是这样的 人类是因为欲望而进步 但是可能我个人认为也会因欲望而毁灭 比如说现在的雾霾 水污染 空气污染 都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地去向大自然塑取 才造成了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 和自然 所谓的自然现象 谢谢 这个你说得很对的也是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结论 其实人们应该可以说一种希望或者欲望 已经发展到现在 但是如果我们的欲望没有控制也比较危险 我刚才讲了我们发展得有时候太快了 我们发展得太好像无法想象到 我们小的时候无字的疲乏 现在确实是在三四十年当中的一个翻颠覆的 一方面是很好的 去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时候二十年前去其他国家 现在去的话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发展应该是很值得很欢喜 毕竟是我们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 而且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环境 资源 包括我们的住房 食品 这些都需要 但是因为我们的欲望互相都说 依靠现在的新时代的一些信息爆发的 这样的一种气候下 我们现在的欲望发展得有点不正常 每个人自己都不知道 就过多的一种开发 像美国包括澳洲也是这样的 他们都不愿意开发很多的资源 包括矿材也好 生命也好 很多都不愿意 为什么到了美国以后 很多的产品都是中国产品 因为很多的工厂在这边 很多的工人也在这边 我们现在的大城市一年比一年 这个环境就比较糟糕 我那天看新闻当中 现在是有一个 以前也有吧 环境保护 现在本来是环保七十年代开始的 以前人类不需要这样的环境保护 但现在保护可能来的来不及了 已经变成了我们每天吸的空气和喝的水 还有我们吃的奶粉也好 滴沟油也好 很多淡淡心惊的 我看到有些国外的人他们也是中国人 他们说在外面很不舒服 很想回来 但是又害怕空气 又害怕水又不想回来 他们也很矛盾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根本的原因 人类有时候确实不能太过于膨胀 我们的欲望 如果过于膨胀欲望可能私人也是非常的痛苦 最近有一些消息说将来可能中国房子的价钱是最低的 为什么呢 这几年空房子造得太多了 有这种说法 但这个是不是正确的我不是特别清楚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并不是很关心 但是的确是到哪个城市都有很多很多的空房子 这就是欲望倒准 我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都想 现在我们人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其实不需要的 人一般来讲足够的 我刚才在我的讲话当中也讲了 佛教最强调的是适度不能过穷也不能过货 比较平衡的 但我们没有一个道德观念的略缩的时候 无知情地想跑的话 最后自己也是退向圣言当中了 因此我们在每个人 尤其是我经常希望作为一个企业的话 你对下面的这些人分钱也是很重要的 过年的时候给红包也很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对自己周围的这些人 给他们输到一个正确的思想 这是很重要 更重要的 他们需要的是更加的 他们也许喜欢金钱 喜欢一些地位 但是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 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生存的满足感 幸福感 来自于是什么 这个是更重要的 因此尤其是像你们这些人 我也特别希望在你不同的场合当中 对你相关的这些人有一个机会 让他们多思考一下人生 佛教当中的这些无常观也是有时候很重要的 我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 不是要求让他们学佛 要信仰 没有这样说 但是我也希望他们也应该看一下 有些佛教的无常 因果观念 这些是对我们人生当中说多么重要 如果有了它其实很多问题可以因人而解的 但因为没有这样的观念 没有这样的信仰 这样之后我们拼命地为了金钱而开发 为了金钱而奔波 到最后自己存在的地球都已经毁灭完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四孙后代看怎么样过生活 有时候看起来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也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科学技术比较发达 什么都发门 但是一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类历史上 可能是最坏的一群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科学技术 什么海里面的东西也好 矿产也好 所有的包裹都可以挖出来了 现在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开发得太多了 这样之后好像对人类后代的生生世世 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所以这是我们有时候也是不得不关心的一些事情 因此对各人来讲我还是希望 一个爱因斯坦原来是他的讲法里面这样讲的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简单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讲会带来一种幸福 这句话我还是很牢记在心里面 穿得也比较简单一点不要太多的衣服了 开的车也是这样能安全就可以了 住的房子也不要这里买一个那里买一个 有一栋路还不行的还要别墅 有一层被墅还不行的还要 在这个城市有一个不行 又到另一个城市 在中国有个别墅还不行在国外 国外一个城市也不行可能美国还要一个 澳洲还要一个这样的话最后自己也很累的 有时候我们需要休息我看到很多人每天都是看书记 一方面要看一下世界的 但另一方面好像现在所有的人都是 看着书记而过生活的 对旁边的亲朋好友特别冷谋 基本上是不说话 每天都是看各种各样的信息 眼睛也很累 心也很累 有时候还是需要思考一下 看我们人类现在住向了什么样的 所以我经常想我们这一代呢 就是好像住到什么样的人类当中啊 就是如猛如放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自己觉得是自己也觉得很迷茫的 我有这种感觉 好的尊敬的各位来宾 感恩今天我们在此共同度过这样一个难忘的时光 感恩我们的所大级刊部上师给我们带来宝贵的一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